太魔幻了 一边是教师资格证报可人数 从最初的十多万到1144.2万 十年狂飙了100倍 教师行业卷得要死 一边是出生率不断的下跌 去年新生儿只有1062万 数量还没有明年的高考生多 卷不动了 还有一边是宁波北京等地 先后你推出教师退出记制方案 教师这个最稳定的职业 突然也不稳定了 当这三股浪潮对撞在一起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呢 最近教育部公布了近十年来的 教师资格证报告情况 这个数据太吓人了 十年间翻了100倍 从最初的十多万 暴涨到2022年的1000多万 今年大学生的毕业人数才1000多万 可想而知 现在当个老师得有多卷 要知道任何异常的社会数据变动 都反映了时代浪潮的流向 经济好的时候 人人都想下海 大浪来袭的时候 人人都想上岸 然而呢 大多数人都只是随波逐流 他们并不清楚隐藏在浪潮下的岸流有多汹涌 我下面说的这个事实呢 可能会让各位大吃一惊 幼儿园已经开始一孩难求了 连产科也冷冷清清 巨大的蝴蝶效应已经开始了 你相信吗 北京幼儿园一孩难求 21年的招生期 北京朝阳区有136家幼儿园都没有招买 一些幼儿园的学位甚至还剩下了上百个 这可是朝阳啊 常住人口有335万 跟一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的北京朝阳区 谁能想到一夜之间 时代就变了 以前是家长通宵排队抢幼儿园 以后呢 就应该是幼儿园千方百计抢孩子了 但是这还没完 因为另一方面 11月宁波市教育局发布了 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12月份呢 北京市教委等实部门也发布了 北京市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势计划实施方案 明确将教师退出机制提上日程 不要以为你考上教师就万事无忧了 老师的铁饭碗还没有端稳 可能就会被撤销了 老话说流水不服 优胜劣汰更已经是现代社会的普遍规则 就算是过去最稳定的教师行业 也同样适用 所以家长们不要迷信铁饭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 今天看起来很香很火的岗位 明天很可能就是痛苦的根源 不要做逐浪者 要永远跑在浪花前面 如果你想知道未来15年 国家会大力扶持哪些专业 提前为孩子做好准备 可以来我的直播间 我正在分享 得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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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